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在讲apprenticeship learning的时候 有人会说apprenticeship learning是仅止于自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等下会讲到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你用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时候才叫做apprenticeship learning 有人觉得apprenticeship learning就是imitation learning 这个都只是名词定义的问题 那你从learning by demonstration这个字眼就可以看出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个expert比如说人类 对machine做一些示范 然后machine根据这些示范就可以进行学习 这句话要讲的就是我们有一个expert 然后他会示范给machine看 他会对machine做一些示范 然后machine就可以学会他要做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task里面 在这个imitation learning里面 和reinforcement learning不同的地方是 machine也可以和环境做互动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从环境得到reward 如果想要知道reward的话 machine必须要自己去猜出说环境的reward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task里面 machine他并不是 在imitation learning里面 machine并不是受到reward的驱动 然后才去做事 他是受到了这个expert的启发 他把expert的这个demonstration使发 他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事情 那你可能会问说 用reward来控制machine 跟用demonstration来控制machine 有什么不同 你可以用reward来控制machine的行为 你可以用reward来教导machine 然后做一件你不喜欢的事情 打他一巴掌这样子 但是你也可以用demonstration的方式 来教导machine 告诉他说什么是好的行为 什么是不好的行为 那用imitation learning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就是 有时候reward是很难定义的 举例来说 如果你是考虑的 比如说你现在要 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法 推一部自驾车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 为这个task定一些reward 比如说如果车子撞到墙的话 那reward有多付 那车子撞到人的话 reward有多付 那车子撞到个拱的话 reward有多付 那这个就很麻烦 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定 比较好的 那有时候你用handcrafted的方法 定了一些reward 有可能反而造成很大的问题 因为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今天 machine要去考试 然后你给machine定的reward 就是你只要考一百分就是好了 你没有考一百分就打死你这样子 然后他可能就会学到说 因为这个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 它是只有reward 可以操控agent的行为 那agent可能会学到说 他不如就考试做病 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百分 那这可能不是我们要的 那如果我们只是用handcrafted的reward的话 那我们对machine的控制是比较有限的 你只有设定目标 那machine可能会做出出乎你意料的思维 这样子 那今天要讲的呢 这个imitation的方法呢 有三个方法 一个是behavior cloning 第二个呢 是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第三个呢 就是用gain来做imitation learning 那等一下发现说呢 用gain来做imitation learning 跟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其实呢 是同一回事 好 那我们就从behavior cloning 开始说起 那behavior cloning呢 顾名思义就是machine 要去复制expert的行为 machine怎么去复制expert的行为呢 比如说 假设你现在要坐自驾车 像满坑满谷的人都在坐自驾车 但路上碰到的人不是在做缺霸 就是在坐自驾车 这样 坐自驾车 比较常见的是用gta做的 我之前还看过 用reinforce learning 认为gta的实况 这个满坑满谷 你就去youtube上google gta加reinforcement learning 满坑满谷的人在做这个 还有那个training的实况 对 对 好 很多人会说我在坐自驾车 你才会听到路上有一个人说我在坐自驾车 然后想说你现在坐自驾车 坐自驾车你要先买一台车来 先找一台中古车来坐 你仔细问他他就会告诉你说其实他在GTA上做的 对 好 那今天如果是behavior croning的话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先收集expert的行为 比如说人类驾驶的行为 那你就去collect很多行车记录器 然后接下来呢 你还要去collect说今天当一个驾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比如说行车记录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人类会采取什么行为 比如说行车记录器看到左边这个画面的时候 驾驶座的事情就是 人类驾驶座的事情就是踩个油门 然后车子就向前 这个时候machine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人类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人类踩油门 他就跟着踩油门 好 所以这个behavior croning 在behavior croning里面首先你要收集一大堆的data 那这些data就是一堆的observation 还有今天在这个observation之下 这个expert采取的行为 那这边用ahat来代表说expert采取的行为 这边的observation or其实指的就是state 在今天这门课里面 state跟observation是混在一起用的 因为像现在如果你是在做自驾车的task 你的state其实就是直接就是你看到的画面 并不会再handcrafted什么 并不会再用人手handcrafted这些state 所以现在有了deep learning以后 你的observation跟state 几乎就是同一件事情 好 那你今天搜集到这些training data以后 怎么办呢 你就认一个neural network 认一个actor 那这个actor的input就是state ok 就是observation就是一个画面 它的output就是现在要采取的行为 要采取哪一个action a 就结束了 它的training的target就是 假设根据training data 人在看到oi这个画面的时候 他会采取ai hat 那我们就希望它的output的action 跟ai hat可能越接近越好 结束 那想到这不就是supervised learning 吗 就好像只是把这些observation看作是function的input 看作是x 然后这些action看作是function的output的target 就是y 对 就是supervised learning 结束 跟一般的supervised learning 没有什么不同 好 那behavior cloning有什么问题呢 一个常常一个问题就是 今天expert可以sample到的observation是有限的 如果你今天只是clone这个expert的observation的话 因为expert是假设今天是自驾车问题 expert是人类的驾驶 那人类驾驶做的事情可能都是比较正常 比如说他从来没有把车子开到合理过 你可能从来没有这种training data 对machine来说 如果他今天clone的对象 那个expert 他只有很有限的observation 很有限的state 那你认出来的actor在新的state上 他可能就不会表现得很好 那这边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这个expert走的路线是红色的 那对马逊来说 他的observation 就只有在这个条红色的路线上面 他可以看到的景象 那对马逊来说 如果今天初始呢 是在这个地方 他就会崩溃就不知道做什么 那举例来说 如果你用behavior cloning去玩mario 那就是去让marshine复制人类玩mario的行为 就玩个一百场 然后让marshine去复制 那marshine会遇到的状况是 如果今天他可以完全按照 如果今天他没有遇到什么阻碍的话 他可以走得很顺 但一旦他碰到阻碍 比如说陷到两个方块中间 他就会跳不出来 因为人不会犯这个错误 人从来没有犯过这个错误 所以从来这个observation从来没有出现过 因为mario掉到两个方块中间 这件事从来没有出现过 但是marshine一旦碰到了 因为他training data 从来没有靠这种状况 他就会不知道要怎么接 所以怎么办呢 有一个方法就是增加更多的training data 增加更多的observation 你就强迫那些expert 你给他一些他平常不会看到的state 或者observation 然后问他说他要怎么处理 比如说你就去问expert说 如果遇到这个状况你要怎么处理 那这招叫做data set aggregate 这边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这个具体的例子是这样 假设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training data 可以用behavior cloning的方法 就train了你第一个actor 它叫做Pi1 那接下来你就用Pi1 去对环境做互动 假设这台车如果根据Pi1的actor 他会走绿色这个路线 然后最后就会撞到墙 这个时候这个车上有一个expert 他会不断的告诉你说 今天在这个状况下 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 那这样就可以告诉我们 今天一个expert 如果在这些state下面 在这些machine会经历的state下面 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 所以今天这个expert 就会告诉我们 今天在这个state 今天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虽然你要往直走 但是如果是人的话 会想要把方向盘向右 那在这条线上的每一个observation 我们都请expert做label 说他要做什么 举例来说 最后车子撞到墙了 然后虽然expert努力的 把方向盘往右 但是这个方向盘是假的 这个方向盘只要拿来做label用的 所以expert就会很慌张 然后最后车子就撞到墙 因为Mirshun是按照他的policy走的 他其实不管expert做的label 那expert的label只是告诉我们 训说下次如果再看到同样的state 那你要把方向盘向右 那expert呢 就跟着车子一起车回人往 所以每次做一次实验 你都会损失一个expert expert high tune 这个方法听起来是比较 如果要在自驾车上面 可能是比较荒谬的 但是如果在其他有一些task 也许你还是可行的 比如说假设今天是下苹果棋 假设今天某一种游戏 你其实可以穷举所有的结果 知道说最好的state 其实是哪一个 只是今天在实际下棋的时候 因为时间不够 不能让你穷举接下来所有的结果 那穷举接下来所有的结果 这件事情就可以当做expert 也就是说 你今天让machines 学下某种比较简单的棋 比如说苹果棋 好 我假设苹果棋可以穷举 所以接下来所有的结果 那在每一个step machines都按照他自己的police 都按照他自己的actor 决定下指的位置 但是同时在每一个step 你都用穷举的方法 穷举接下来所有的路数 看看说哪一步是最好的 那你就可以collect到expert的state 跟action的pip 然后你就可以做tending 好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好 那用这个data-expert的方法 你可以增加state 但是behavior-chronic 还有另外一个本质上的问题 那这个本质上的问题 我就用下面这段影片 来描述这个本质上的问题 这个本质上的问题是说 你现在的agent 他会copy所有的 actors所有的行为 不管那个行为 是不是是何事 他都会copy那个行为 我认为今天如果你的actor 他的capacity够强的话 也就是说他可以完全copy你的actor的行为 在不考虑overfitting的情况下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就假设你今天你的actor 可以完全copy expert的行为 今天在同个state 你的actor的行为 都跟expert完全一模一样 他其实做的不会比actor还要差 但是真正害怕的情形是 就是今天你的actor 他的capacity都是有限的 尤其是你 其实会希望你的actor的capacity是有限的 因为如果他capacity是太大的话 你很容易overfitting 所以你会让你的actor的capacity是有限的 在有限的capacity之下 这个expert哪些行为要被copy 哪些行为不要被copy 就会变成对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在刚才那个例子里面 有人跟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那你可以说我的名字是shelden 你也可以比这个手识 但是对 因为shelden他是一个genius 所以他可以记得language跟手识 但是假如actor他比较笨 他要么就记得语义 要么就记得language 要么就记得gesture的话 那就会变成他记哪一个就变成了关键 如果他说那他选择忘记gesture 只记得speech的话 那是好 没差 虽然没有完全复制expert的行为 但没有关系 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如果他选择的是 他要复制gesture 他只复制这样 然后他把那个语音的部分就忘记了 那你就会得到一个差的结果 但是在behavior cloning里面 我们其实没有考虑掉这个问题 behavior cloning如果当作一个简单的supervise 普通的supervise learning的问题 就做下去的话 对supervise learning来说 今天这两个case都是 左右两个case都是 有一部分答对 有一部分答错 所以对一般的supervise learning来说 做的是一样好 或者是一样不好 所以如果今天只有一般的supervise learning 而做behavior cloning的话 你就会有我们这边说的这个问题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理论上你应该要给予不同的错误 不同的位置 你要给这个 你要给这个 你要给这个我们训一个sensitive的cost function 他犯不同错误的时候 给他不同的penalty 他犯不同错误的时候 cost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件事情就不太容易知道要怎么定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用不同观点来讲一下 为什么behavior cloning可能会造成问题 那behavior cloning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training跟testing的时候 你很容易你的beta distribution就是不一致的 它distribution就是不一致的 怎么说呢 在behavior cloning里面 我们现在的这个supervised learning的problem就是input all output a 但是今天这个input all output a这件事啊 就是你会看到什么样的observation 其实取决于你的actor本身的参数 这一块我特别套一个黑色的出体又加鞋 这一块很重要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今天会看到什么样的observation 其实取决于你本身 其实取决于actor本身的参数 如果今天以自驾车的case为例 如果是一个很强的expert的话 你可能永远不会看到车子往墙撞过去 除非你的policy很弱 你的actor很弱 你的actor很弱 是一个很烂的actor 你才会看到说 现在车子往墙撞过去的state 所以今天在behavior cloning里面 你会看到什么样的state 其实取决于你今天的actor的参数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是跟你的actor跟expert一样 如果是expert的话 他会sample到一个observation的distribution 但如果你是另外一个actor 他只是想要去cloningexpert的行为 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制expert的行为 他整部分复制 没有办法完全复制的时候 这个时候 opline的distribution 就会跟owner是很不一样 如果你今天这个py star这个actor 在testing的时候 就是你认好你的actor以后 你这个py star你认出来的actor 跟expert的actor正好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你的training跟testing的data 就有一模一样的distribution 那你在training data上认的model 就可以apply到testing的data上面去 但是问题是 今天如果py hat跟py star不一样的话 那你就会影响了你的observation 如果你今天你的cloning的结果 跟expert的actor略有不同的话 这个时候你的observation可能就会变了 而这个当py star跟py hat有多大的不同 当py star跟py hat有不同 对observation有多大的影响 这件事是不知道的 有可能说两个actor其实很不像 但是他们的observation差不多 有可能两个actor只是差一点点 observation就天差地远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变成在behavior croning的时候 你要嘛你认出来的 这个py star跟py hat一模一样 只要有一些差距 你就会面临一个很 你就有可能会得到很大的error 只要有一些差距 你就可能导致你的observation distribution很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你的error就会被放大 所以这个是behavior croning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就有下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RL 就reinforcement learning已经很吵了 前面再加一个inverse 就感觉更吵了这样子 那这个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又有人叫做inverse optimal control 或inverse optimal planning 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 那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从顾名思义就知道说 它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 你反过来 那原来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 在做什么呢 在原来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面 我们有一个environment 我们有一个环境 是agent可以去跟这个环境互动 那在这个互动的环境里面 这个agent会知道两件事 一件事情是reward function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 以这个atari游戏为例 你有一个agent去玩了一场游戏以后 他会得到一个trajectory 这个trajectory写成tau 所以trajectory的意思就是 他一开始先看到第一个画面 然后采取 他先看到第一个画面01 然后采取action01 接下来看到画面02 再采取action02 这个sequence一直到游戏结束 从游戏开始到结尾的所有的 看到的画面跟agent所采取的行为 通通计录下来 这就是一个trajectory 那我们用tau来表示 那游戏结束以后 你会得到一个分数 那这个分数哪来 这个分数是游戏告诉你的 是environment告诉你的 那我们用out of town 这个来代表说 这个trajectory 我们会得到的reward 注意一下这个不是我们定的 这个是环境给的 这个不是agent定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environment的dynamic 也就是说你在某个state 采取某个action的时候 接下来会跳到什么样的state 你在某个画面 采取开火这个动作 接下来敌人会有什么样的回应 这个也是由环境所告诉你 那有了这些以后 你就可以找出一个最好的policy 这边写作派 那这个最好的policy 这个最好的policy 它会去maximize 它在玩一场游戏的时候 可以得到的期望的reward 那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反过来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optimal的policy 这个optimal的policy 可能就是 就是整 这样 有一个找了一个expert 去玩一个atari的游戏 那那个expert的policy 当我讲policy的时候 它跟actor指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意思 今天有一个人去玩一个游戏 有一个expert去玩一把atari的游戏 那他的policy就是这个optimal 我们就当作是optimal的policy 假设人很会玩 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真的知道 这个policy的function 它的参数长什么样 因为这个参数在人的大脑里面 你要把大脑破开才知道这个参数是什么样 但实际上你不知道 那你知道的是什么 你其实知道的是 就是state跟action对应的关系 你找一个人 来玩atari的游戏 然后玩了很多场 就收集到一堆人类expert 玩atari游戏的trajectory 这边写成tahat 加一个hat就代表说是 玩得很好的 expert玩的 那你从这个tahat里面 你就会知道说 人在看到state s1的时候 才会采取action a1 hat 然后在state s2的时候 才会采取action a2 hat 那你有了这些资料以后 我们希望有了这些资料以后 去反推reward function 那反推reward function 这件事情 就是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那这个环境的dynamic 也是input 也就是说 现在呢你的agent 仍然可以去跟环境进行互动 只是他不知道说 他现在采取每一个行为 会得到什么样的reward 他有的是 他可以去跟环境互动 然后他看过expert的trajectory 他知道expert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 然后想要反推reward function 那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是反推reward function 为什么不是直接模仿expert的行为呢 就是刚才在behavior calling的时候 是直接模仿expert的行为 但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是 反推reward function 那反推reward function 还没有结束 而你只是得到了reward function而已 你还没有得到那个actor 你只有reward function而已 你还没有这个policy 你还没有那个actor 所以怎么办 你要先说 我先把reward function定出来以后 我先把reward function找到以后 接下来呢 你再去做一次reinforcement learning 然后再去把最好的policy 这边写作pystart pystart就代表说 是人machine自己找出来的 再去根据 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反推出来的reward function 去找一个policy pystart 那为什么这边是找reward function 而不是直接找policy 在那个Andrew Ninh的paper里面 他有一个有趣的注教 这个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就欢迎跟我分享 他想法是这样 他一个注教是说 这个简单的reward 可能可以导致非常复杂的behavior 就有时候我们可能只要有 简单的 reward function有时候可能 不一定是很复杂的方法 他可能只是很简单的function 但是就可以导致actor 有非常复杂的行为 所以也许model reward function 是比直接model actor还要容易的 举例来说 人他的行为非常复杂 但人的reward function也许很简单 人的reward function 就只有活着而已 你每多活着一秒 你就加一分 你的reward function 可能就只有这么简单而已 也许不是啦 我不知道 假设只是这么简单而已 但是人就有非常复杂的behavior 也许你可以用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来算一下人的reward function 看看是不是只要多活着一秒 就多加一分 所以 今天反正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要做的事情就是 先推出reward function 再根据推出来的reward function 去推一个policy 好 那我们现在很快地复习一下原来的rl 所做的 秒复习一下 是不是统一一下notation 原来的rl说 给你一个reward function rl 这个t是一个trajectory 这个t里面 就是一串state s跟a的sequence 那在atari游戏里面 s其实就是observation 就是游戏的画面 好像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那这个rl 我们通常会写成说 假设我们有一个 这个 function小r 这个function小r 告诉我们说 在state s t采取action at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reward 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采取这个action的时候 会得到什么样的reward 把整场游戏每一个时间点 得到的reward合起来 就是total的reward rl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个初始的actor pi 然后在每一个iteration里面呢 我们会说 我们先拿pi 去跟环境互动一下 互动n次 得到大n的trajectory t到n 每个trajectory 记录成这个样子 那 今天因为我们有这个reward function 所以我们可以量说 在state s1 采取a1的时候 得到的reward 是多少 好 那 今天把这个所有的r呢 合起来呢 就是整个trajectory total的reward 那 接下来我们可以算一个东西 叫做expected total reward expected total reward expected total reward 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现在的actor就是pi 那 in average 得到的reward 会是多少 因为每次玩游戏的时候 得到的reward 都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 用pi这个actor 得到reward的期望值 是多少 那你可以计算一下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under trajectory 的total reward的平均 而已 好 那你接下来呢 会去update你的 这个actor pi 那update你的actor pi 让它可以去增加呢 这个expected total reward 找一个新的pi 这个pi呢 可以让这个rbar的pi 的值呢 变大 比如你用policy gradient 来做这件事情 好 那你就反复这个iteration 很多次 最后你就得到一个 可以让expected reward 很大的pi 这个pi呢 就是最好的 这个actor pi hat 那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面 它是反过来的 我们已经有pi hat了 已经有pi hat了 已经有pi hat了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但就是有一个 但是我们不知道reward function 所以我们要根据pi hat去反推reward function 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今天基本的想法是这样 我们没有reward function 我们有pi hat 实际上我们有的 其实也不一定是pi hat的数字 因为pi hat 可能根本是个人 像他是个真正的人 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是 这个拿这个pi hat 去玩游戏的时候的trajectory 也让expert玩n次游戏 把它玩n次游戏的结果呢 记录下来 那 那 那 这边这个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它基本的假设说 我们假设pi hat的这个actor 它是可以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 得到最大的expective reward的那一个policy 大家了解吗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拿pi hat这个actor 去跟环境做互动 它得到的expective reward 一定是最大的 一定会大过所有其他的actor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目标变成说 我们要找一个reward function 找一个reward function 它是怎么样的reward function呢 它可以使得 这个pi hat 用pi hat 去做跟环境互动 得到的expective reward 大过于其他所有的pi 跟环境互动的时候 得到的expective reward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好像说 这个pi hat 是你的偶像 是一个伟人 所以它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都觉得是最好的 它跟我们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reward 是什么 但我们用pi hat 去跟环境互动 它做完以后 它做出来的这些trajectory 都是最好 有没有人可以超越它 我们先做这个假设以后 再反推它的reward 应该是什么样子 大家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假如说 有一个伟人是大家很崇拜 他先去做很多的事情 然后我们才定义人类的价值观 然后告诉我们说 这个伟人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这样子 好 这样大家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好 没有问题吗 好 那其实啊 这件事情跟structure learning 是非常像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怎么说呢 在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面 我们要找我们的reward function 那我们的reward function 找这个reward function的条件是 就是这个reward function 会使得 pi half 就是这个expert的policy 这个optimal的actor 它的reward最大 大过其他的actor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有了这个reward function 然后我们会做什么事 有这个reward function以后 我们要去找出一个最好的policy pi star 有了这个reward function以后 我们再去说 现在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法 我们去找一个policy pi 这个policy pi 可以让about of pi 的值最大 我们先找出这个reward function 这个reward function找的条件 是这一条式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了这个reward function以后 再去找一个policy 它可以让这个reward function的reward最大 那这跟structure learning 你没有发现其实是同一件事吗 在structure learning 里面我们猜定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要找一个evaluation的function 这边写作大f 这个大f就是input一个xy的pair 那我们希望说 x对上正确的y hat x跟y hat这个pair 它的evaluation function 大过所有其他的xy组成的pair 然后今天在testing的时候 我们在structure learning的content下面的testing 又叫做inference inference的时候就是给第一个x 然后重举所有的y 看哪一个y 可以这样f of x y 最大它就是答案 你没发现左边跟右边 其实就是同一件事 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 我们只要说这个pi就是y 你可以想成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x 所以假设现在training data里面就只有一笔x 所以这个x你就可以忽略不计 那这个pi hat就是y hat pi就是y 这个r bar就是f 我们有一个pi 我们把这个pi带进一个function里面 就可以算出expective reward 我们把y带到evaluation function里面 就可以算出一个分数 那我们希望y hat的值带其他的y 我们希望pi hat带到r bar这个function里面 它的值大过于其他的pi 我们其实只把r bar换成f而已 下面的式子也是一模一样 找一个pi 让r bar这个function的值最大 找一个y 让f of x y 最大 其实是同一件事 那如果是同一件事的话 接下来就没什么好讲的了 你知道吗 因为右边这件事情你会做 对不对 如果右边这件事情你会做的话 你就知道怎么做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了 我们来秒复习一下吧 这个我们看过太多次了 就举例来说在structure learning里面 第一个我讲的方法就是structure percentual 那structure percentual怎么做 假设你现在的evaluation function f of x y 是w这个vector跟fine of x y的email quota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follow下面这个process 每次sample一笔data出来 然后看哪一个y delta 可以让f of x y最大 看哪一个y delta 可以让w跟fine of x y的inner quota 最大 把那个y delta找出来 如果那个y delta 不是一个正确的y hack的话 那我们就update w 那怎么update w呢 w加上根据y hack抽出来的feature 剪掉根据y delta抽出来的feature 反复这个process就结束了 那我们说在这整个process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怎么解ARGMax的problem 而一个是 这边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解ARGMax的problem 那下面这个式子其实就是增加 下面这个update的式子 它要做的事情就是 增加正确的y hat evaluation function 的值 减少错误的y delta 的evaluation function 的值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只需要把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跟structure percentual 做一个对比 然后你就知道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怎么做了 好 怎么做对比呢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在structure percentual里面 我们强迫说f of x y 它是一个linear的model 它是w这个vector 跟另外一个future vector的inner quota 在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面 如果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限制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限制 来定义我们的expective reward 如果我们可以用同样的限制 来定义expective reward 如果我们就可以完全 跨入structure percentual的方法 来解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好 这个怎么定呢 怎么把pi的total expected reward 写成一个feature vector 跟final pi的inner quota呢 跟一个 怎么写成一个参数的vector 跟一个feature vector的inner quota呢 那我们就看看怎么做呢 就是这么做 以下就讲说怎么做 有一个 现在假设有一个tau 有一个trajectory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怎么写这个about of theta呢 我们说about of theta 就是n个trajectory的reward的平均 那这个每一个trajectory呢 每一个trajectory的reward 又可以写成每一个time step的reward的总和 也就是out of tau 可以写成submission over t 等于1到大t out of t 代表在t这个step得到的reward 那其实每一个tau的长度不一定一样 所以每一个tau的t的大t的大小 不一定一样这边为了简单起见 所以把它省略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所以rt的值我们是不知道的 reward是我们要被找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不知道rt的值应该是多少 因为rt是由我们model的参数所决定的 它是要被找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定说 这个当然你可以有不同的定法 今天之所以要这么定 是为了希望把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跟structure percentile的式子写成一样 所以这么定 好 那我们怎么定这个rt呢 我们说rt等于一个参数的vector w 跟一个feature vector f的inner 这个参数的vector w 是我们接下来要被求出来的 它是要被找出来的 这个feature vector f of st at呢 就是从现在的state跟action的pair抽出一个vector 如果你看一些paper的话 很多paper是没有把at呢 放在这个f里面的 就是现在的这个reward呢 只跟state有关 跟你采取的action无关 这样也可以 这个东西都是你自己定的 你要怎么定就怎么定 这样 我们这边就假设说 现在的reward呢 是跟在哪一个state 还有在那个state 采取什么action有关 我们根据现在所在的state st 还有采取的action at 抽一个feature 把这个feature 跟一个参数的vector w 做inner product 我们就可以得到在t 这个实验点的reward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w找出来 w是参数 f of st at 是feature vector 好 那知道讲真大家有问题吗 你可以接受吗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 那就把rt 换成w 跟f st at 的inner product 那你会得到什么呢 你把这一下 带进去 那w 对所有的n 对所有的trajectory 对所有的时间点 都是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w呢 提出来 变成 对所有的trajectory 的所有的时间点 的st 跟at 都抽一个feature 把这些feature 通通平均起来 得到一个feature vector 好吧 到底feature vector 平均起来还是feature vector 这个平均的feature vector 跟w 做inner product 以后 就会得到我们的 expected 这些feature vector 这个expected reward 这个expected reward 这样 我这边是不是犯了一个错呢 也不算犯一个错 这个set 我把它 我想要把它改 拍 在这边呢 忘记改 我反正式子的右边 也没有set 也没有拍就是了 OK 这个feature vector 这个feature vector 这个f of st at 的平均 这个feature vector 其实是dependent on 你的policy 其实dependent on 你的actor 你的actor 不一样 你得到的feature vector 就是 不一样的 大家知道 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可能会说 这个feature vector 不是应该跟这个pi有关系吗 它确实是跟pi有关系 你的这个pi不一样 你当然会看到不同的step 会采取不同的action 所以你的feature 当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串东西 就看作是 对你现在的actor 所以对一个actor pi 抽一个feature 这些就写成final of pi 然后把这个final of pi 所以w 就会得到 expected expected 的total reward 所以 我们可以把 R 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expected total reward的式子 写得跟structure percentual 一模一样 好 接下来有一个 ARGMax的法文 我们说 在做structure learning 的时候 最 你会害怕遇到的问题 就是解这个ARGMax的法文 如果ARGMax的法文 解得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做得了 structure percentual 而且它的收敛的速度 还是有保证的 那 今天你能不能够解 ARGM 你能不能找到一个pastify 让expected total reward 最大呢 你是可以的 其实这件事情 就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 所以 你原来reinforcement learning 怎么做 这边就怎么做 OK 好 所以今天呢 在这个 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里面 如果要structure per second 方法来解答 其实每一个iteration 你都要做一次reinforcement learning 所以 它的运算量 可以是很大的 好 那实际上怎么做 我先把整个动画都跑出来 好了 实际上怎么做呢 首先 先初始化一个random的reward function 根据这个random的reward function 你去找一个拍 你去找一个actor 那这个actor 可能很笨 因为它是从random的reward里面找出来的 这样子 然后比如说 这个randomreward是说 撞墙就得到10了 那就是一个一直撞墙的actor 这样 好 那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 你就可以解这个东西 这个运算量可能会很大就是 那你永远可以想出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它 好 那你就找到了一个actor 好 接下来呢 你就用这个actor去跟环境做n次互动 得到了trajectory tau1 跟taun 然后expert拍hat呢 也去跟环境做n次互动 得到tau1hat跟taunhat 那这个实际上 这个expert可能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举例来说如果在自驾车里面 就是你对人类的驾驶 记录一下它在不同的情况下 要做什么样的反应 如果今天是机器人的话 如果你要用这个 你要让机器人自动学会做某些行为的话 那tau1hat就是 这个tau1hat就是 人去抓着那个机器人的手 去做某一件事情 就是tau1hat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了一大堆expert所制造的tau1hat 有一大堆actor 现在你找出来的actor 可能很弱的actor所制造出来的tau1hat 那接下来呢 你就要去update你的reward function update的准则是 update的准则是 希望呢 这个expert 他的expected的reward 大过现在你的actor 的expected的reward 那假设你现在 根据我们前一页头影片 定那个expected total reward的方式 你就定好说呢 根据我们前一页头影片 定expected total reward的方式 你就定好说呢 你的rbar就是长这个样子 而你的rbar就是根据py呢 抽一个feature 其实这个feature就是 把所有这边的trajectory的 state跟action的pair拿出来 都抽个feature 把它平均起来 就得到这个finalpy 总之不同py 你会得到不同的feature 把这个feature呢 乘上一个weight parameter w你就得到这个rbar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现在呢 有了这个每一个policy的feature vector 我们有每一个policy的feature vector 那怎么去update这个w呢 这个update的方法 就跟structure perceptron是一模一样 我们说之前在update structure perceptron的时候 我们update的方式 这个箭头应该从右指到左 比较好啊 我忘了改了 我们update structure perceptron的方式 就是把原来的feature vector w 加上正确的东西抽出来的feature 减掉错的东西 所抽出来的feature 这边是一模一样的 每一个actor 每一个policy 都可以抽一个feature 那个feature的定义 就写在这里 那个feature的定义 就写在这里 你把正确的 你把expert的policy 抽一个feature 加到w里面 你把现在找出来的 这个actor 你把现在找出来的 这个actor拍的 那你也抽一个feature 然后 把w呢 剪掉这个feature 那你就得到一个 你就update你的w 那你update的这个方向 是可以让 pi hat的expective total reward 大于pi的expective total reward 诶 这样讲究竟大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嘛 好那 这个就是inverse reinforcement bending 那我们知道说 在structure bending 里面不是只有structure perceptron 这个方法 还有很多其他方法 比如说还有structure sbn 还有graphic core model 也是其中一种方法 可以用在这边吗 可以用在这边 这样 那我们只是 就是拿structure perceptron 当作一个例子而已 如果你说你要用structure sbn 在这里面 当然也可以 那我们知道说 在做这个structure sbn 的时候 一个特点就是 这边这个 ARGMax 不只是找 会让旅握最大 它还会找 它会让旅握最大 但是同时 loss 也最大 它会考虑一个margin 那当然可以把这个structure sbn 的概念 放到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framework里面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知道说 现在每件事情 都一定要用gain 来做一件 才炒这样子 所以用gain 也可以做invitation learning 那怎么用gain 做invitation的learning呢 我们先想想看 本质上gain 要做的事情 是什么 本质上gain 要做的事情是 找一个generator 这个generator 产生的distribution 这个distribution 跟一个target的distribution 越接近越好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把每 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已经有一个pyhat 代表是expert的policy 那这个expert 跟环境互动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大堆的trajectory tawhats 这个trajectory 这些expert 都产生的trajectory tawhats 它也是一个distribution 我们 tawhats 其实那个trajectory 是一个sequence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把那个sequence 你就想成是 很高位空间中的一个点 那你把很多的tawhats 很多的expert 去跟环境互动以后 得到的那些sequence 集合起来 那你就得到了一个distribution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任一个actor 这个actor呢 你每次去跟环境互动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个trajectory tawhats 这个actor跟环境互动一次的时候 它也会给你一个state 它也会给你一个state 跟action的sequence 它也会给你一个trajectory tawhats 那我们希望说 这个actor output的distribution 跟这个tawhats 所形成的distribution 越接近越好 那我们会问说 actor 他的这个tawhats 怎么形成distribution 当然可以形成distribution 因为当actor 去跟环境互动的时候 环境本身 它是有这个随机性的 有时候actor 本身也可以有随机性 actor本身可能有随机性 环境本身也可能有随机性 你在玩atari 游戏的时候 你在同一个化验采取同一个action 反应不见得是一样的 如果都是一样的话 你闭着眼睛就可以玩了 所以不见得是一样的 所以说 我们有了这个环境的dynamics 所以我们也会得到一个tawhats 的distribution 那就是用绿色distribution 来表示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希望actor所产生的tawhats 跟expert所产生的tawhats 的distribution 越接近越好 就是game可以做的事情 那实际上怎么做呢 其实还颇直觉的 这个怎么做呢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expert pyhat 他去跟环境互动 给我们一堆tawhats 这个tawhats 这个tawhats 就好像是说 我们现在如果是要用game 来traingame 来画image的话 那这个tawhats 就是人手画的image 是真正的image 从database里面sample出来的image 好 那我们有一个actor 一开始actor 它的参数是随机的 然后这个actor呢 也去跟环境做互动 那他也会得到一堆的tawhats 如果放到之前产生image的 那个framework里面 就好像说 你一开始generator很烂 你让generator generate 一大堆很烂的image 这边就是改成 不是generate image 是generate一大堆很烂的tawhats 那可能如果是在玩游戏的时候 等了一开始 就直接去给敌人的子弹撞一下 他就死了 这样子的tawhats 那接下来呢 有一个discriminator 那discriminator 就是要鉴别说 现在给他一个trajectory 给他一个玩游戏的过程 然后去判断说 这个玩游戏的过程 是machine玩的 还是expert玩的 好 所以他要判断说 一个trajectory 是 这边有个错 大家有发现吗 就是expert 那写错了 好 没关系 那其实就是 接下来就跟game一样 你也可以用wgame 如果你想的话 这边就是要让 discriminator就是 给每个trajectory 一个分数 那discriminator 希望说 他给tawhats的分数比较大 给tawhats的分数比较小 如果今天是wgame的话 你可能要强迫说 你的d呢 是one distance function 等等 就是原来game怎么做 你这边就怎么做 那接下来呢 actor就是我们原来的generator 所以就是update 这个generator的参数 希望他可以去骗过discriminator update这个generator的参数 update这个actor的参数 update这个actor的参数 希望现在actor 新产生的这些trajectory 他放到discriminator以后 discriminator 会给他比较高的分数 好 所以整个prostate 跟原来的game 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所以相当的直觉 好 再来就是 怎么tread这个discriminator呢 怎么tread这个discriminator呢 你可以说 因为一个trajectory 它就是trajectory tel 它就是一个sequence 你就认个rn 把sequence 读过一遍 然后看说 这个sequence 要给他多少的分数 可以这么做 我不确定在文献上 我们怎么做 我现在比较常看到的做法是 可能是因为tau的数目 其实很少 就这个expert的demonstration 其实不会太多 所以 如果直接把每一个tau 都当作一个example的话 可能太容易overfitting 所以我看到实作上的做法是说 我们知道说 我们把这个d of power 拆解成一大堆小的function d的合 那这个每一个小方 小d呢 它也是一个function 它的input就是一个state 跟一个action 它不是input整个trajectory 它只看trajectory的 某一个时间点 它看说 在这个trajectory的第一个时间点 你在看到state 看到画面st的时候 你决定采取action at以后 你得到的值 有多像expert的行为 或者是多不像expert的行为 所以d of st at就是说 今天在某一个state st 采取某一个action at的时候 现在这个行为呢 有多像expert的行为 所以我们有一个local的discriminator 它是判断整个trajectory的某个时间点 那把整个trajectory的 所有的 这个state跟action的pair 通通都合起来 你就得到total的d of tau了 你就得到total的d of tau 你就得到整个sequence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原来的目标是希望说 让total hat带到大d以后分数越大越好 让total带到大d以后分数越小越好 但现在大d是一大堆小d的和 所以这件事就变成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s跟a的pair 我们看看说它是不是expert做的 若是expert做的话 那我们希望d of sa增加 如果不是expert做的话 是一个actor做的话 那我们希望d of sa的值得变小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的是actor 我们要讲的是actor actor 怎么让d of tau的分数变大呢 那其实很简单的就是理论上 今天你只要用这个gradient descent去调这个actor的参数 就可以说你计算这个actor的参数 对d of tau的期望值的gradient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规点去updateactor的参数 那actor就会让d of tau的期望值变大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但我们知道说 这一项在算gradient的时候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policygradient的trip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就回去看一下policygradient怎么做的 我想这个 大家应该是知道知道的 有一个policygradient的trip 可以把这个update的式子转成右边这个样子 而右边这个式子是说 我们现在怎么算这个规点呢 这规点的式子就是 submission over我们现在sampled到的n个trajectory 然后计算每一个trajectory的d of taui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discriminator 我们可以拿这个discriminator 计算这些trajectory的d of taui 这个gradient做waiting stop 然后去update这个actor的参数 这个p of taui 一个人拍的意思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你有一个actor 你有一个policy pie 你可以计算出这个policy pie 产生这个trajectory的几率 然后再对这个几率去log 然后再去计算它的gradient 这个gradient会waiting by d of taui 然后去update actor的参数 如果这个东西 你看有些数学式你听不懂的话 那就不要管它 它的精神就是这样子 它的精神就是这样子 它的精神就是说 现在你已经有一个discriminator 这discriminator可以告诉你说 现在的tau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 是expert做的还是不是expert做的 然后你就拿你的actorp 去跟环境互动n次 那互动n次的结果 你就要把n次的结果 丢给discriminator 那如果discriminator说 你现在这次互动的结果 感觉很像是expert做的 那我们就增加这个trajectory 未来出现的几率 你就去调你的参数p 你去调p的参数 让这个trajectory的几率上升 如果发现说 这个行为很不像是expert做的 就把它的参数调d 那如果这个你也没听懂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说 其实啊 找这个actor 调这个actor参数的过程 就是一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 这个就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 只是这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 它的reward就是d of tau i 这样 我们把d of tau i 试作reward 直接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 always 去update 去论你的actor 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 对不对 现在这一页通影片 在做的事情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这个d of tau i 今天这个d of tau i 如果你把它只是换成d of stat的话 那你的machine就会失去planning这件事情 他就没有做planning 他做的行为 可能就会和behavior coding很像 所以 考虑整个trajectory的分数 在这里呢 是需要的 但是你其实可以做的更好 如果你看那个sequence game的那篇 paper 这个的话 你可以给每一个step 呢 不同的 你可以给一个trajectory的不同的step 都给它不同的value 可以做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就summarize一下 这整个algorithm 这整个algorithm 是这样的 怎么用game做invitation learning呢 你有一个expert的trajectory 逃腕到tau n 然后 接下来呢 你有一个初始化的discriminator 和一个初始化的actor 然后在每一个iteration里面 你都拿你现在的actor 去玩n场游戏 去跟环境互动n次 得到tau 1跟tau n 那这个tau 1到tau n 然后接下来呢 你有了tau 1到tau n 然后你就可以去类一个discriminator discriminator 会给tau hand比较大的分数 给tau呢 比较小的分数 那discriminator 你可以定成这样 那你不想定成这样 也可以啦 这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然后接下来呢 你要update你的actor的参数 update你的actor的参数 希望update 以后呢 这个actor呢 可以在discriminator 这个actor的trajectory 丢到discriminator以后 它可以得到比较高的分数 那update的式子 就是这样 熟悉palsy规定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熟悉你就 反正你知道 他的精神在做什么就是了 好那 事实上这件事情啊 你仔细想想 跟那个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是不是其实在讲同一件事呢 只是换个说法而已 对不对 我们就说这个d of st at就是reward 我们刚才是说discriminator觉得他有多像exper做的 但是我们就只是换个名词说这个d of st at就是假设agent的st 所以他可以采取at这个action的时候 他会得到的reward 那今天update discriminator这个式子 你其实根本可以把discriminator想成就是我们的reward function 你可以把这个discriminator 根本就想成是我们的reward function 他会给正确的 他会给这个experte 他会给experte执行的这些trajectory 比较高的分数 给你的experte执行的这些trajectory 比较低的reward 然后接下来这一步呢 接下来这一步我们说 我们要updateexperte的参数 让他可以得到比较高的d 那我们现在说d就是reward function 那update actor去得到比较大的reward function 不就是我们在讲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面 我们不是说在整个iteration里面 每一次都要解释这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花本 去maximize要得到的reward吗 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对不对 这样大家理解嘛 所以其实这个用get去玩invitation learning 跟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其实指的是同一件事情 你只要说现在的discriminator 他的output就是reward 你只要说现在discriminator 其实他output的这个数值就是reward 那他用get做invitation learning 跟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其实就是同一回事 好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我们可以用这个 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我们可以用这个get去做sentence generation 或者是去认一个chepard 其实sentence generation 跟认chepard这个问题 它就是一个invitation learning的花本 所以我们之前没有这样讲 但它事实上它就是一个invitation learning的problem 怎么说呢 举例来说在sentence generation这个task里面 你expert的trajectory是什么 expert trajectory就是人曾经说过的句子 人曾经产生的句子就是expert的trajectory 假认你先知道做的是唐诗的生成 那expert的trajectory 就是唐诗三百首里面的句子 比如说床前明月光 就是李白这个expert曾经产生的一个trajectory 李白这个expert他要去写一首诗 那他产生的一个trajectory 就是床前明月光 那在这个床前明月光的这个trajectory里面 我们的state或者observation还有action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说一个trajectory就是一串的state 还有在每一个state采取的action 我这边用o来代表state 虽然前面是用s来代表state 但是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在这个case里面 在这个trajectory里面 你的o1就是begin of sentence 就什么都还没有写 然后a1就是我们采取一个action 写了床这个字 那你说得到多少reward呢 不知道 因为现在是imitation learning imitation learning 它的重点跟reinforcement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不知道我每次采取一个action的时候 到底得到多少reward 我们只知道说expert做的事情就是对的而已 所以李白写了床这个字以后 他到底得到多少reward 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他写了床之后这个句子到底有多好 这个诗到底有多好 我们其实是不知道 接下来o2是什么 o2就是已经写了床这个word 然后接下来a2就是写了前这个word 那o3就是已经写了床前这个word 然后a3就是写了名这个word 那每次写一个word的时候 得到的reward有多少 其实不知道 每次写一个word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用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法 用gain的方法把这个reward把它找出来 切吧也是一样啊 什么是一个expert的trajectory 你就去录一下人的对话 那其实就是expert的trajectory 你知道说有一个人说how are you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I'm fine 就是一个expert的trajectory 那在这边的state和action是什么呢 这边的这个state就是现在的input 加上beginal sentence就是第一个state 那它的第一个action就是说出了I这个word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state就是input的sentence 加上I这个word 然后第二个action就是说出了and这个word 那第三个state就是input加上I am这两个word 然后第三个action就是说出了fine这个word 就是有expert在示范他在做什么事情给你看 但是你不知道他们的word是什么 然后你要去模仿这些expert的行为 如果你是用maximum like who的train法 来做sequence generation还有train法的话 那你其实做的就是behavior conning 那behavior conning 我们前面有讲过有种种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可以用gain来做得更好 所以有了sequence game 讲这些大家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接下来我就举几个 这个imitation learning的application 还有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前瞻的研究 这个imitation learning呢 我们刚才有讲过说你可以用它来训练机器人 比如说你要让机器人学会摺衣服 你就先拉着机器人的手摺一遍 然后之后他就学会摺衣服了 以下是一个paper真正的demo 我们可以 这个paper的细节大家再去check就好 里面有提出几个不同的方法 然后大家会demo不同的方法 好 教他把盘子收起来 然后手拉着机器 让他把盘子放起来 然后demo二十次 好 他自己做的 这个是handcrafted的做的 好 这个是认的 哇 这里没有做好 好 这个就成功了 好 再来是要倒茶 先叫他倒茶 好 总共demo二十次 这是第三次dem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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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可以教我们训做一些事情了 好 再来举个另外一个例子是跟自驾车有关 那我们知道说 你要认自驾车 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法认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很难定你的reward function 这一个车子在路上可以遇到的事情太多了 也要怎么把那个reward function定出来 举例来说你的reward function可能要考虑很多东西 举例来说 如果今天倒车的话 是不是应该扣分 倒车很危险 所以是不是应该扣分 或者是如果今天在前进和后退之间切换 到底是不是应该要扣分 或者是今天如果车子没有走在该走的路上 没贴着线走 是不是应该扣分 或者是说如果今天车子有个急转弯的话 会不会应该要扣分 这些东西合起来很复杂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说 如果今天车子倒车的话 应该要扣多少分数 或者是说如果他今天没有走在路上的话 应该要扣他多少分数 那怎么办呢 就用invitation的方法来教这个machine 那就是去找一些真正的人 去真的开一下车 然后machine就根据人的价值 真正的行为来学习说 他要怎么控制这个自驾车 好那这边呢 是这个paper里面的结果 那这个paper里面呢 它的自驾车是在一个停车场里面运动 它要从停车场里面的某一个位置 它会停到某一个停车阁里面 那你可能会问说 它可以停到停车阁里面去吗 这个问题不用担心 因为如果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话 你说我的初始位在这里 停车阁在那里 我一直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法去学 迟早可以停进去的 对不对 就像说你就玩atari小游戏 你只要把整个所有可能的状况都试过一遍 最后总是会找到一个好 所以你不用担心machine可不可以行得进停车阁里面去 这边重点是machine可不可以学会不同驾驶的行为 因为不同的驾驶可能就有不同 它心理内心深处可能有不同的reward function 它可不可以学到不同的行为 所以前面这一排呢 是这个 这个paper里面叫做nice driver 就是它是一个循规道矩的driver 那他们比如说他从这个地方开始开 那目的在这边 他就沿着这个路呢 走走走走走走 然后就走到停车阁里面去 那我在这个paper里面 它的training data其实很少 它training data 就是这个图片上秀的 就这四笔这样子 就只有这四笔training data 就只有四个example的experter trajectory 然后这样我们训练 那我们训练 就会知道说 现在如果在testing的时候 叫他从这个地方开到这个地方 那他会循着这个道路呢 循规道绝绕一圈 然后开进来 发现说其实好像没有特别有效率 因为他其实可以从这个地方 直接走走走走走到这边开进来 他走了一个其实是一个远路 但他就是模仿这些experter的行为 然后这个第二排 这个experter它叫做sloppy的experter 然后这个experter会怎样呢 他会超捷径 举例来说 现在他的 他的初始值 他的初始位在这边 他的终点在这边 他会切过其他的车 就是说这边其实是不能够走 这边不是路 但是他可以从这边 反正中间也没有车 他可以开得过去 他就直接从这个地方 离开原来该走的道路 离开道路的 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是个懒惰的driver 那如果是懒惰的driver的话 如果是懒惰的driver的话 那马逊就也会学到懒惰的driver的行为 他就也知道说 这个离开道路是没有关系的 或者是最后一个case 是可以倒车的driver 就是driver可以倒车 那马逊就会学到说 倒车是没有关系的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是这个have planning的例 这边是要教马逊 怎么规划你要走的 道路 这边的case是这样子 在training的时候 你告诉马逊说 如果你要从这一点 走到这一点 那你就走这一条绿色的线 那这个是一个空拍图 那你可以知道说 这是一条道路 那左右两边显然是森林 那告诉马逊说 你要在道路上走 你要从这边走到这边 好那machine 接下来他就会学到了一个reward function 这是用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法 认识 所以他学到reward function 他会知道 那这个reward function长什么样子呢 如果我们把那个reward function 套到这一张图上的话 他会知道说 这个黑色应该是代表reward大 然后白色代表reward小 他会知道说 如果走在道路上 就是reward大 走在森林里 不走在道路上 就是reward小 所以之后 你将从这个点 走到这个点 他就会循着绿色这条线走 但是如果你在training的时候 你给他不同的training data 这上面跟下面这个图是一样的 然后初始的起点和终点也是一样的 但是你告诉马逊说 你今天在走的时候 你不要走马路 你要故意走在森林里面 这样子 这个其实也是很有application 这也是有一个合理application 比如说要躲避这个轰炸机的轰炸 这样子 所以你今天在从下面这个点 到上面这个点的时候 你要尽量避开道路 你要尽量走在这个森林里面 如果你给machine的这个training data 是不一样的话 他就会学到不同的reward function 所以它的reward function就变了 今天上面这个图 这两张图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因为invitation的对象 expert的policy不一样 所以学到reward就变成不一样 就会变成说 走在森林里面的reward是大的 走在路上的reward是小的 那今天在同一个情况下 告诉马逊说要从这点走到这边 马逊就会知道说 他要躲到森林里面去 然后再走出来这样子 那这是一些应用 接下来举几个研究的例 那一个有趣的研究 叫做3rd person's invitation learning 这个3rd person's invitation learning 你仔细想到 我觉得它还蛮实用的 你看刚才我们怎么教机器人做事情 我们是拉着机器人的手去做事情 比如来说你要让机器人学会打高的呼球 那就是拉着机器人的手 让他去打高的呼球 但是实际上马逊在学习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在学习的 对不对 你仔细想想看 真正的学习的方法 如果马逊要跟人一样学习的话 也许他学习打高的呼球方式 是有人在打高的呼球 然后他在旁边看 但这样会造成什么这样的问题 这样会造成马逊自己要去打高的呼球的时候 他的视角跟他学习的时候的视角 是完全不一样的 马逊看到的expert的视角 都是第三人称的视角 而他自己在做这些action的时候 他自己在打高的呼球 如果是今天要做打高的呼球的case 马逊打高的呼球的case 他看到的是第一人称的视角 像如果你认一个discriminator 已经马上发现说 现在expert的trajectory是这个样子 然后马逊的trajectory是这样的 完全不一样 一秒之后会被发现 然后马逊不管这么努力 他可能都没有办法逼近expert的trajectory 因为他在观察expert 和他自己的观察他自己 在跟他自己在跟环境互动的时候 他们的视角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永远弄不成一样的东西 那怎么办 这边还蛮有趣的想法 在这个想法里面 它引入了Domain Adversarial Training的感言 大家知道Domain Adversarial Training吗 不知道的同学去抽一下 不好意思 原来这么多不知道 好 Domain Adversarial Training 就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上前选Machine Learning有讲的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有Data 来自于两个不同的Domain 那我们有一个类似Gain的方法 可以把两个不同Domain的Feature Map在一起 怎么做 我们就是train一个 我们就是train一个Feature Extractor 跟两个Discriminator 那假设现在是手写数字分类的问题 好 那其中一个Discriminator 他的工作就是要辨识数字 根据Feature的Extractor Extract出来的Feature去辨识数字 然后接下来有另外一个Domain的Classification 它会决定说现在这个Feature 是来自于哪一个Domain 那在Learning的时候 Feature的Generator 它的目标就是 它希望它产生的Feature 可以被正确的辨识出正确的数字 但没办法被辨识出是哪一个Domain 所以今天Feature Extractor 它会想办法产生Feature 去骗过Domain的Classifier 它会想办法产生出来的Feature 是Domain的Classifier 没有办法鉴别的 这样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 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是欢迎举手发问 好 大家都知道吗 好 那其实今天的概念 跟今天这个3rd person invitation 跟Domain Adversarial Training 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有看过Domain Adversarial Training 那个PaperOne就觉得这个图 很熟啊 很熟 好 那今天在这个Task里面 它是 它的这个Classifier 它的这个Discriminator 是Input 两个Observation 是Input T时间点Observation 跟T加4这个时间点的Observation 但是在今天为了简单起见 你就把T加4想成是Action 就把T加4想成是Action 因为你今天采取的Action 会影响你接下来 会看到的画面 所以今天T加4呢 是跟你的Action有关的 你讲Action可能比较容易 所以Discriminator就是看一个Observation 跟看一个Action 然后决定说 这个Observation跟这个Action的Pair 它们到底好不好 像不像是Expert做的 但是我们今天说 因为在3rd person invitation Learning这个Problem Expert的Observation 跟这个Machine的Observation 本来就很不一样 所以怎么办 我们今天另外再认一个Neural Network 这个Neural Network它的工作呢 现在认一个Domain的Classifier 这个Domain Classifier的工作就是 它要去判断说 现在这个Observation 现在Input的这个Observation 它是Machine的视角 还是Expert的视角 然后呢 今天这一个Classifier 它的中间的某一个Hidden Layer 会被丢到这个Domain的Classifier里面去 所以你可以想成说 现在其实有三个Network 一个Network 负责抽Feature 它丢的Feature 它的Feature 一方面会丢给Domain Classifier 那Domain Classifier 决定说 现在这个画面 是Expert看到的画面 还是Machine看到的画面 然后今天会有一个Discriminator Discriminator决定说 在这个画面下 采取这个Action 在这个画面下 采取这个Action 到底是Expert采取的Action 还是Machine采取的Action 接下来在Learning的时候呢 这个Feature & Tractor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 一方面 让Discriminator 可以正确地判断说 现在这个Action 是Machine采取的 还是Expert采取的 另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同时这个Feature & Tractor 又希望可以 骗过这个Domain Classifier 它希望说 虽然原来Domain 虽然原来Expert和Machine 看到的视角不一样 但通过这个Feature & Tractor 以后 两个不同的视角 会被Align在一起 这个Domain的Classifier 会分辨不了 说这个视角 是来自于Machine的视角 还是Expert的视角 这Domain Classifier 会把两个不同的视角 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 今天这个Classifier 是根据这个 一样的视角 再去决定说 是Expert的行为 还是Machine的行为 那你可能期待说 所以Machine做的是 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 打刀 其实在真的实验里面 没有做到那么神奇 在真的实验里面 视角的不同 没有那么大 就是说 这个是 比如说Machine观察到的视角 这个是Machine实际 在操作的时候的视角 是由转一个角度 加上感验颜色 转一个角度 加上感验颜色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起来呢? 可以做得起来 这样 这个上面跟下面 就是玩两个不同的游戏 那横坐标 就是Trending的Iteration 我就看上面就好了 我就看上面就好了 那你会发现说 今天有一个蓝色的最高的线 是RL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不要玩什么 Imitation Learning 假设说 Machine真的就可以去玩这个游戏 它也可以得到reward 然后它是自己在玩的 然后又有reward function 然后它的视角 Trend跟Testing的视角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upper bound 这个是一个upper bound 那黑色的线呢? 黑色的线是说 假设Machine跟Expert的视角是一样的 但是Machine还是要自己把reward function推出来 那这个时候得到的是黑色这一条线 那红色这一条线是说 Machine的视角跟Expert的视角就是不一样 那你也没什么特别的处理 那就烂掉 学不起来 但是如果你今天说 Machine的视角虽然跟Expert的视角不一样 但你用了刚才前页讲的那个技术 你有一个Domain的Classify 去强迫feature and Tractor 把Expert的视角和Machine的视角align在一起 把Expert的视角跟Machine的视角可以是一样的 那你得到的就是绿色的这一条线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蛮有趣 而且我觉得未来可能会很实用的一个方向 那另外一个我要讲的是 是关下的的